山陀的颱风目前正缓慢的逼近台湾当中 路径怎么走都还有变数 不过气象诅咒预估 风跟雨全台有感 而且要慎防局部豪雨发生 山陀的路径更往西边 预估雨量也增加 周一颱风未为环流影响下 东半部恒春半岛严防豪雨 北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其他现实风雨也逐渐增强 预估山陀影响时间会拉长 周二周三主要是受到颱风的影响 那主要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甚至北部的山区 也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至于其他地区 也有可能来到大雨或豪雨的情况 周二周三北部宜兰东部几山区 雨下到发紫发白 预估24小时雨量200毫米 部分甚至可能有大豪雨等级 达到350毫米 哪边能放台风架 气象署提醒苗栗以北 东部地区包含基北北陶 竹苗跟以花东风雨最大 因此这九线市放假几率比较高 还可能不止放一天 有气象粉专提醒 因为台风抵达台湾南端时 北边高压东北季风增强 容易发生共伴效应 两个风向符合 可能让对流更妄盛 通常在东北季风影响期间 台风这边过来 在台风的北侧这边 是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共伴的情况 但不管有没有共伴 台风影响就很可观 山陀尔最早叫流连 2006年在菲律宾造成1400人伤亡 被永久除迷 隔年改造山族 2018年清洗香港 整体风力达35年来最强 是史上最严重风暴 再次遭到永久除迷 2019年在改造山陀尔 就怕这次对台湾有剧烈影响 整体风雨较到周四 台风走到台湾东北侧外海 才会慢慢简化 TVBretion 许佳瑞 林丽 Ansher 我台湾报道